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摟着甜美笑花 他破防了 老公 我立马跟他断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下班回家 我刚打开大门 就听到客厅传来的说话声 严淑义的声音温柔又性格 确定不需要我去陪你吃晚饭 我还可以给你带你最爱的徐迹菠萝包 男生的声音轻润 不许勾引我 明天我要不考 今天晚上必须挑灯夜战 这次再不过 我就要严毙了 为了不打扰到他们的聊天 我关门时 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 轻手轻脚换鞋时 我朝里面瞟了一眼 严淑义正一边悠闲给自己泡茶 一边跟电话那头的人聊天 他的手机放在茶几上 开着免提 复习归复习 饭还是要好好吃啊 严淑义不放心叮嘱 哪有时间吃饭啊 晚上就嚼了几块苏打饼干 男生嘟囔着 胡闹 忘记上次胃疼的事了吗 严淑义语气严肃起来 随即又叹了口气 算了 我打电话给云一轩 让他们给你送份饭菜 你乖乖吃了呀 听到这里 我不禁恍惚了一下 云一轩似乎好久没去过了呢 曾经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家私房菜馆 一周要去好几次 严淑义看我实在喜欢 大手一挥 直接连菜馆带厨子一起买了下来 自从在那里碰到过严淑义和他的小情人后 我就再没去过了 谢谢老婆 你真好 男生撒娇的在电话里亲了他一下 话音一转 不过 今天晚上我不在你身边 你管好自己 不能让那老男人碰你啊 严淑义无奈倾笑 知道了 我的小醋惊 男生轻哼一声 你答应过我的 要跟他分房 我答应你的哪件事没做到 放心吧 我的衣服都放进次卧了 严淑义柔声哄着 再说 今天晚上我约了安如他们喝酒 估计要半夜才回来 这还差不多 你的业余时间可以留给姐妹 但不能留给那个老男人 好 我的时间都归你安排 行了吧 哎呀 辅导员打电话给我 先不说了 拜拜老婆 挂电话的时候 严淑义嘴角还带着笑 可是一抬头 看到倚靠在玄关处的我 笑容立马凝固 他尴尬地咳了两声 什么时候回来的 有一会儿了 我淡定地走过去 在另一侧的沙发处坐下 这不看你聊得开心吗 没好意思打扰 想到刚才的对话被我听得一清二楚 严淑义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跟我解释起来 杨帆年纪小 说话没个遮拦 你别跟他计较 提到杨帆的名字 严淑义的声音都不自觉柔和起来 嗯 我理解 我善解人意地点点头 我理解 毕竟比我们年轻几岁 吃醋使小性子很正常 最近工作上的是有些忙 我家那小女朋友也在闹脾气呢 看着桌上严淑义刚泡好的茶 我赶紧端过来喝了一杯 嗯 手艺还是一如既往的好 我很重肯地评价道 严淑义姿态懒散地靠向沙发背 盯着我的脸 仔细看了几秒 阿景 看到你这样我就放心了 他还煞有介事地点点头 真的 挺好的 我早就说过 外面的事你不用放在心上 谁也动摇不了你严先生的地位 不想听他那套冠冕堂皇的说辞 我赶紧打断 那个 你不是说晚上约了人喝酒吗 什么时候走 严淑义抬手看了看表 起身道 差不多了 那我走了 嗯 拜拜 我语气愉悦道 包包里 调成静音的手机一直在嗡嗡嗡 我耐着性子 等严淑义去换了休闲服 看着他一步步迈出大门 听到砰的关门声 我立马打开包包 掏出手机 点开一看 果不其然 12个电话都是我家小女朋友打来的 微信里还有他发来的一条条消息 最新的一条是 哥哥 你这两天怎么不理我 是不是厌烦我了 透过文字 我都能想象出他那副可怜巴巴的模样 赶紧回电话 对面秒接 哥哥 你终于理我了 清甜娇俏的嗓音里带着愉悦 这两天 杂志社有几个外拍的任务 我忙的都没空看手机 我耐心向他解释 昨天晚上加班后 又跟同事吃了个饭 回到家都一点多了 嗯 我知道了哥哥 对面乖巧道 哥哥有事就去忙 我不会打扰你 只要你不是腻了我就好 你这是什么话 我们才认识一个多月呢 怎么可能腻 那以后呢 我一时顿住 不知该如何回答 他却自顾接下去 没关系 我会尽量让哥哥慢点腻我 这是什么绝世清纯女大 这一刻 我真正体会到严淑义包养小情人的那种感觉了 正要开口逗他两句 大门忽然被打开 我慌忙挂断电话 怎么又回来了 我看向门口 没来得及收起脸上的笑容 车钥匙没拿 堂堂严总亲自开车 我打去 老刘请假了 严淑义看过来 盯着我手里的手机 表情陡然灵密 你刚才在给谁打电话 我连起表情 与你无关 严淑义拧起眉头 那是他动目的前兆 跟谁打电话那么开心 嗯 一看到我进门就挂了 我不能听吗 他快步走过来 俯身 两手撑在我坐的单人沙发两侧 目光灼灼盯着我 我不习惯他离我这么近 推了他一把 这人居然纹丝不动 我冷笑 你是不是管太多 再说 你有资格吗 严淑义额头的青筋暴露 咬牙切齿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我们家和严氏集团合作的项目正在收尾 项目一结束 就是我提离婚的时候 在这个关键时刻 我不想出什么意外 毕竟 这个项目是严氏主导 严淑义心情不好 想做点什么出气 我们家就处在被动地位 我不想现在跟他闹翻脸 但也不服气他这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我有没有人 也不是你配问的 他自己天天带着小情人招摇过世 恨不得把那男生捧上天 现在反倒来问我了 严淑义 是你说的 要我别过问你外面的私事 我也有自己的空间 做人不能太双标 面前 这人不为所动 脸上阴云密布 他伸出手 手机给我 我翻了个白眼 做梦 顺势把手机藏到身后 心里想着 还好把手机密码改了 就算他抢走了 也不可能打开 阿景 听话 我不想说第二遍 他明显没了耐心 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响了 他看了眼屏幕 表情瞬间柔和下来 接了电话 他走向一边 语气都变温和了 翻菜到了 那你要乖乖吃光 等一下把空盘子拍照发我 我趁机从沙发上跳起来 迅速跑回卧室 关门反锁 几分钟后 卧室外响起敲门声 我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 敲了一会儿 严淑义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阿景 刚刚是我冲动了 我向你道歉 对不起 明天晚上下班 我带你出去吃饭 我懒得理他 半晌 外面响起沙沙的脚步声 我松了口气 终于走了 半夜 睡得正相识 手机响了 迷迷糊糊中 我捞过电话 按了接听键 哥 书一喝醉了 你能来接一下他吗 是阿如的声音 我看了眼手机 凌晨两点半 有病吧 不能 我回答完 立马挂断 片刻 手机又响起来 还是阿如 我直接关机 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第二天上午 在摄影棚忙完回到工位时 拿起手机一看 二十多个未接电话 全都是严淑义打来的 他已经很久都不打电话给我了 我想着 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急事 于是回播过去 电话一接通 对面就是质问 昨天为什么不去酒吧接我 原来是为这事 我顿时不耐烦 我不用睡觉吗 你明知道我喝醉了 没法开车 你可以交代价 反正你在家也没什么事 谁说我没事 我不用上班的吗 对面吃笑 你上什么班 不是整天在家无所事事吗 我这才想起 似乎没跟严淑义提过我去上班的事 而严淑义也一直没发觉 丈夫已经出门上班两个多月了 妻子却一无所知 夫妻做到这份上 也挺荒谬的 我自嘲的笑了笑 语气平静道 我现在在一家时尚杂志社做摄影师 每周一到周五上班 什么时候的事 她问 两个多月前 我出院后 对面不吭声了 去年 发现严淑义出轨后 我从愤怒 发疯到西斯底里 严淑义一开始也有愧疚 向我道歉 后来受够了我的情绪失控 开始不耐烦 她开始堂而皇之 带着那男生初双入队 毫不理会我的心情 我闹过之后 又没出息地苦苦哀求严淑义 求她不要抛弃我们那么多年的感情 她冷眼相看 无动于衷 顶多 只是丢给我一句 放心 你永远都是严先生 可是这样一个严先生的空名头 我要着有什么用 她以为我在乎的只是这个身份吗 我只是放不下 从小到大二十多年的情分 我和严淑义 从小就是邻居 一起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 从来没分开过 和普通的豪门联姻不同 我们是怀着白手不相离的期待 步入婚姻殿堂的 可结婚短短三年 严淑义就出轨了 这让我怎么甘心 我不相信 她怎么可能会爱上别人 我变成了一个偷窥者 每天跟踪他们 看他们怎样约会 严淑义带她去滑雪 去跳伞 去潜水 去体验那男生口中的她 从来没做过的事 走路时 她撒娇说累 男生二话不说悲起她 她在她的背上咯咯笑着 像只快乐的小鸟 她会在男生不注意时 偷偷亲她的嘴角 他们像一对普通恋人一样 肆意享受着爱情的美好 这些都是我们曾经做过的 今年的结婚纪念日 严淑义明明答应 带我去普吉岛玩 我行李都收拾好了 她却临时反悔 说有事去不了 纪念日那天 杨帆发了一条朋友圈 照片里 严淑义坐在她的肩膀上 两人在海边笑得肆意 定位是普吉岛 我疯了一样把手机砸在地上 片刻又捡起来 拼命给严淑义打电话 始终没人接 很快 杨帆又发了一条信息 不被爱的老男人 好可怜哦 无边无尽的绝望 台山倒海般将我淹没 我不知道那一刻是怎么想的 还是已经失去思考能力 抓起电话 就给自己叫救护车 爸妈赶到医院 抱着病床上的我 心疼的落泪 我爸给严淑义打电话 他依然没接 他叹了口气 阿景 要不离了吧 爸妈不怕被人笑话 就是 哪有这样遭见人的 阿景 咱不跟他过了 我吸了吸鼻子 嗯 会离婚的 过段时间 经历了一遭生死 看着爸妈眼里的痛惜 我终于醒悟了 我不想和严淑义过一辈子了 这样折磨自己 严淑义不会有任何心疼 我伤到的是真正爱我的人 以后 我想对自己好一点 等两家合作的这个项目一结束 我就提离婚 在医院住了几天 出院的当天 严淑义才回来 他站在病房 居高临下的看着我手腕的包扎处 什么意思 一哭二闹三上吊 阿景 你一个大男人 真是越活越出息了 那一刻 我像是第一次认识这个 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人 就算不爱了 连骑马的做人的礼貌和同情心 都没有了吗 我也不想解释什么 面色平静到 闹着玩的 下次再闹 别来烦我 他丢下一句话就离开了 回家后 面对空荡荡的房子 我想起住院时 爸妈和朋友 来看我时劝解的话 他们都劝我 回去找个事做 我知道 他们担心我太闲了 万一想不开 又去做傻事 我爸问 我要不要回自家公司上班 我摇了摇头 既然找工作 那就做自己喜欢的吧 因为一直爱摄影 上学时还得过一些业余的奖项 我在自媒体注册了一个账号 分享自己拍摄的作品 这几年也积累了一些粉丝 把自己的获奖证书和作品整理好 我开始写简历 投给了几家杂志社和工作室 经历几轮面试 最终有两家都给我发了offer 我选择了离我家近一些的 位于市中心的时尚杂志社 也是在那里 我碰到了无忧 清纯害羞的女大 我自认为 和颜书役的那通电话 算是不欢而散 提到我的自杀 她沉默片刻 就挂了电话 可是傍晚 她却给我打电话 约我一起吃晚饭 我并不想去 我俩还没熟悉到 要一起吃饭的程度吧 好啦 别生气了 昨天不就跟你约好了吗 我搜了你公司的地址 晚上下班我来接你 颜书役对我 永远都是这样笃定的语气 好像只要她开口 我就绝不会拒绝一样 晚上下班 我刚走出大楼 颜书役的车就停到我面前 老刘在前面开车 颜书役打开车门 从副驾出来 她拉开车后门 一手搂着我的肩膀 笑道 走吧老公 带你去吃你最爱的海鲜粥 我正要拒绝 从打开的车门 看到后座的状况 嘲讽地看向她 我坐拿 坐 颜书役也顿住了 只见后排靠左侧的座椅 靠背上 贴着一张A4纸 纸上用蓝色荧光笔 写着几个大字 胜豆是杨帆专用作 我斜眼腻它 这车里好像没我的位置 颜书役尴尬地扯下那张纸 准备扔进车里的垃圾楼里 顿了下 又把纸平整地放进了 司机座以后的收纳袋里 她解释 肯定是早上 送饭去学校时 她趁我不注意贴的 小男生的恶作剧 你别介意 你这是 准备等我做完了 再把纸贴回去 你不怕你的小情人 发现了跟你闹脾气 我后退一步 你小情人的专属做 我还是不做了吧 阿井 严书役语气无奈 她胡闹 你怎么能当回事呢 严书役伸出胳膊 准备拉我拾 她手机响了 骨折了 在哪里 别怕 我马上过来 挂了电话 严书役满怀歉意地看着我 不带她开口 我就通情打理道 去吧 我自己回去 等严书役的车子一离开 我就立马拿出手机拨号 哥哥 对面是惊喜的声音 在学校吗 一起吃晚饭 到达C大时 无忧站在路边等着我 远远看到我的车 她就开始挥手 女孩高高瘦瘦 有着一张清纯的脸 引得周围人频频回头看 她一身蓝色运动服 身上汗层层的 头发也湿成一簇簇 车子一停稳 她就满脸笑容地跑过来 我刚下车 就被她一把抱住 哥哥 我好想你 可能是她刚运动完 喷在我耳边的呼吸 灼热又滚烫 我也笑起来 不就两天没见吗 她牵着我的手 两天很长了好吗 刚刚在打球 我问 嗯 接到哥哥的电话 我就从球场直接过来了 还没看过你打球呢 我随口说道 哥哥 要不要去看 她眨着眼睛诱惑 我打排球很帅的 我看了看她一米七多的大高个 以及手臂上好看的肌肉线条 没忍住 行 看着一群朝气蓬勃的女大打球 我感觉自己都变年轻了 无忍今天表现得格外出色 疯狂进球 姿势贼帅 对手七级败坏吐槽 无忍是疯了吗 怎么像枝开瓶的孔雀 中场休息时 有男生拿着水递给无忍 她并没有接 男生却没放弃 在旁边几位朋友的眼神鼓励下 大胆表白 无忧 我喜欢你 你能做我的女朋友吗 我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年轻真好啊 不好意思 我有男朋友 无忧不客气地拒绝 并向我走来 我却心生胆怯 掉头离开 校园的林音道 无忧拉住我的胳膊 哥哥 她委屈巴巴 我没答应她 之前有男生跟我表白 我都拒绝了 啊 我没悠悠这么受欢迎 我调侃道 女生像说错话 赶紧找步 不是 其实也没几个喜欢我的 我拉着她的手 在旁边的牌椅坐下 或许 我们这段关系 不该开始 我看着她 是我带坏了你 你本该可以在校园里 谈一场正常的恋爱 女生死死握着我的手 眼睛红红的 像只可怜巴巴的小狗 我只喜欢哥哥 只想跟你在一起 哥哥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我还是没能很下心来 就这样吧 她还年轻 说不定哪天自己 就想离开了呢 至少现在 在一起时 我们两个都是开心的 及时行乐 这是我从严书役那里学到的 我开始和无忧频繁约会 我发现 跟她在一块时 心情都会格外好些 于是 就顺心而为 无忧虽然比我小四岁 却很会照顾人 她很会做菜 连续一个月 可以做出不同样的早餐 我的口味 我的兴趣爱好 她都了如指掌 工作上遇到不顺心的事 我忍不住跟她抱怨 她会耐着性子听 认真帮我分析问题所在 在外人看来 我们是属于富二代 包养小女朋友的组合 实际上 她从没开口问我要过钱 出去吃饭 我们都是轮流买单 她似乎有无限的精力 专业课成绩第一的同时 还能兼顾好几项兼职 就这 还能挤出时间跟我约会 她会把兼职挣的钱积攒起来 时不时给我买个小礼物 准备个小惊喜 有时候我都怀疑 自己何德何能 把这孩子迷成这样 她差不多对我百一百顺了 我想起我们的初遇 那时候 我刚到杂志社没多久 无忧是杂志社的兼职模特 那天拍完她 我接到死党的电话 就到外面的走廊去接听 因为刚自杀没多久 死党怕我在做傻事 时不时就会打电话跟我聊天 辨别我情绪顺势正常 她每次都会问一句话 要不要包个女魔 哥给你介绍 那天 我故意逗她 好呀 身高一米七以上 长得要好看 最好是清纯女大 挂完电话 我看到站在我面前的无忧 她的脸红到了耳根 像是鼓足了勇气 但眼神却不敢直视我 哥哥 你看我行吗 身高一米七四 C大研一再读 不少同学夸我好看 走廊的灯光下 女孩的眼睛像是一对黑钥匙 极致的纯净 极度的迷人 鬼使神差的 我回了句 行 当时说的是包养 但我给的钱 无忧从来没收过 她不肯告诉我银行卡号 转到她支付宝的钱 总是被立马退回 几次之后 我就不执着于给她钱了 之前买了条项链送给她 一个星期后 她送了一双价值相当的鞋给我 我就知道 这小女朋友 有着很强的自尊心 也就放弃送她贵重礼物的想法了 我们像普通情侣一样 去平价餐厅吃饭 去逛街 看电影 在天气好时 去城市周边游 现在的每一天 都过得很舒心自在 想起以前自杀的事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大傻子 九颜书役已经搬出去 住进她为杨帆安排的艾巢里了 两人高调出双入队 我乐见其成 她不回来 也方便我去跟我的小女朋友约会 我不理会杨帆 她却三番五次跳出来找存在感 这天我在上班 收到她发来的微信 明天是书役生日 她要带我和朋友们 在游艇开派对 识相的话别过来找难堪 对于杨帆 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要找她的麻烦 在我看来 严书役出轨 主要原因还是她自己道德感敌 就算不是杨帆 也可能是张帆王帆 可我的温和换来的是她的步步紧逼 不断挑衅 记得她曾经大胆约我出去见面 在咖啡馆里她洋洋得意 你最近都联系不上书役了吧 你知道吗 她的朋友们找不到她 都会打电话问我她在哪 他们都叫我哥呢 那些生意场上有求于她的人 送礼都送到我这儿了 他们对我点头哈腰 还叫我颜先生呢 我成功被她气到 拿起手机打给严书役 可电话响了一遍又一遍 对面始终无人接听 对面的杨帆眼神细细 她慢悠悠拿起手机 拨通了严书役的号码 这一次对面秒接 那一刻 我感觉自己的脸皮和尊严 被扔在地上 任人见她 巨大的屈辱感将我淹没 我端起面前的咖啡 颇向对面的人 啊 杨帆的一声惨叫 让电话那头的严书役担忧不已 杨帆 你怎么了 十分钟后 严书役来到了咖啡馆 她哄着还在哭的杨帆 乖 没事啊 只是哄了一点 没有受伤 随后她恶狠狠瞪向我 阿景 你可真是越来越 没有一个贵公子的样子 趴在她怀里的杨帆 对我露出得意的眼神 那次为了哄杨帆 严书役送了她一套市中心的大平层 从那以后 杨帆更加嚣张 动不动就把她和严书役的亲密照发给我 以前 面对她的挑衅 我都视若无睹 因为我知道 只要我俩有矛盾 严书役总是无条件的偏向她 看着她拉偏架 我会更气 不过 以前我在意她的态度 现在 她在偏心她的小情人 我也不在乎了 我回复杨帆 当个小三 还当出优越感了 你爸妈知道 你这么贱吗 严书役那个脑残垃圾 就让给你了 你俩离我远点 多看一眼 都嫌脏了眼睛 说完 不带她反击 我立马拉黑 我看了眼日历 明天确实是严书役的生日 这个我以前烂书于心的日子 居然被我忘记了 其实 就算没有杨帆那番恶心的话 就算严书役邀请我一起去 我也会拒绝 因为今天是周五 周末我的时间 当然是留给小女朋友了 周六 我和吴忧约好了 去临省爬山 晚上就在山顶露营 经历了十几个小时的攀登 我们终于在傍晚到达山顶 一路上 吴忧给我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 晚上 她躺在我怀里 整理这些照片 挑了几张好看的 我发在了朋友圈 并配了文字 小小X3 拿下 几分钟后 我看见屏幕上 闪现的严书役的名字 陷入了沉默 需要我回避吗 吴忧柔声问 我摇摇头 接起了电话 似乎好久没听到 严书役的声音了 一时有些恍惚 你去爬山了 她问 这不废话吗 我没好气 对面顿了下 又道 今天 你没打电话给我 你这话稀奇 不止今天吧 我们很久没联系了 阿景 今天是我生日 啊 是吗 我装傻 不好意思 忘记了 那祝你生日快乐 严书役沉默了好一会儿 声音里带着落寞 你以前都会给我准备生日宴会 还有精心挑选的礼物 我这不是 怕你的小情人吃醋吗 放心 我不会打扰你们的二人世界的 对面又陷入沉默 我不耐烦了 没什么事就挂了 十几分钟后 无忧症温柔的亲着我脖子 我急不可耐的解着她睡衣的扣子 电话又响了 我气急败坏的接听 难掩愤怒 又怎么了 严书役的语气也不善 你今天和谁一起爬山的 关你屁事 我骂了句脏话 阿景 你生世外面有人了 她急切问道 我慢悠悠细耍她 你猜 严书役咬牙切齿 你朋友圈发的照片 我仔细看了 第一张 第三张和第六张 左下角都露出了拍照人的影子 一看就是同一个女人 她是谁 我正要回她管得着吗 无忧却忽然在我的脖子轻轻咬了一口 我忍不住哼了一声 那边严书役控制不住吼起来 阿景 你在干什么 你旁边是谁 我直接挂了电话 接下来 我的电话一直响了不停 有严书役的 也有她朋友的 我一个没接 索性关机 在山顶住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和无忧一起去看日出 吃了早饭 我们开始返程 坐在车上 我才把手机打开 刚开机就有电话进来 是严书役的发小阿如 我本来是要聚接的 却不小心按了接听 我的大少爷 你终于接电话了 你和书役怎么了 他昨天晚上跟疯了一样 先是大半夜 强行命令 已经开了很远的游艇掉头 从自己的生日宴会上中途跑了 后来又嚷嚷着 要去临省去爬X山 眼看着人都坐上车子了 我赶忙得拽下来了 喝成那样还要开车 那不找死吗 他嘴里一直喊着你的名字 说你不能背叛他 发了一夜的酒疯 非要让我们把你带过来 那个 你真的找别人了 论这句的时候 他小心翼翼 我吃笑一声 不管我有没有人 这都不是他能管的 毕竟我也没管他 在外面乱来 是不是这个脸 可能是想到 严淑一平日 对小情人的高调 阿如也一时无言反驳 他叹了口气 我是看着你们 从小到大一路走过来的 没想到现在成了这样 我平静到 我只能说 婚姻走到这地步 责任不在我 刚挂电话没一会儿 阿如又打来 他说严淑一刚刚出发 他不顾朋友们的阻拦 坚持让司机 立刻送他前往X山这边 我无法理解 严淑一这样做的意义 就算他真的看到 我出轨了 那又怎样 他根本没有立场指责我 何况他对我又没感情了 我出不出轨 有什么区别吗 反正我们现在 已经是分居的状态了 有时候一个月 都见不到一面 不过 这一趟 他注定要白跑 等他过来了 我们早就回家了 这天下午 我的电话一直在响 我都不知道 严淑一怎么有那么大耐心 隔几分钟就打一次 哪怕我不接 他硬是坚持了几个小时 我不由的想起以前 知道他出轨后 我发疯一般 天天给他打电话 他从来不接 他的冷漠绝情 把我逼得激进崩溃 现在 我俩的处境好像互换了 被拒接电话 那种联系不上人的交集滋味 严淑一也尝到了 我居然有种报复般的快感 严淑一 你也有今天 晚上 我正在吃饭时 严淑一推门而入 让我诧异的是 他手里居然捧了一束玫瑰花 没有质问 没有愤怒 只有一双深情款款望着我的眼睛 让我头皮发麻 严淑一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捧着花来到我身旁 语气也在正常不过 路过大门口外的花店 想起来好久没送你花了 我记得以前我每次收到你送的玫瑰 都会开心的又蹦又跳 我想起来 今天刚回来时接到我爸的电话 他告诉我 合作的那个项目已经收尾了 就差半庆功宴了 既然这样 我也没什么好顾忌的了 我无视严淑一递过来的花 语气淡淡道 昨天和我一起去爬山的事 阿景 他急切打断我 像是怕听到我说什么 这段时间是我忽视了你 这是我的错 以后我好好陪你 咱们还跟以前一样好吗 严淑一 我要离婚 我简洁明了 不 他立马拒绝 语气是前所未有的惊慌 阿景 我们承诺过 永远不提离婚 我冷哼 那你还承诺过 只爱我一人呢 他扑过来 紧紧抱住我 力道太大 我正脱不开 你别生气了 我跟他断了 以后再也不出去瞎混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耳边的声音带着哽咽 行 那如果你再去找杨帆 我们就立马离婚 你不能再反悔 好 他回答的毫不犹豫 我之所以这样说 不是因为还对他抱有希望 而且我确信 他绝对做不到 我转身去书房 拿了份协议出来 想让我相信你 把这个签了 协议里 严淑一承诺 如果再出轨 就净身出户 他只看了一眼 拿起笔就签了名字 我把签好的协议 小心地收了起来 那阿景 今天晚上我回卧室 严淑一居然不要脸的冲我眨眼 我一把推开他 滚 还想跟我睡 我不嫌脏的吗 那天晚上 我照样把卧室门反锁 严淑一没打开 居然站在门边 用自以为深情的腔调 阿景 你还没消气 我能理解 没关系 我会用行动 向你证明自己毁过的诚意 我等着你原谅我的那一天 连续几天 严淑一每天早起给我做早餐 晚上去公司楼下接我下班 再陪我一起吃晚饭 他变回了我们刚结婚时的模样 一副居家好女人的做派 这可苦了 没机会跟我见面的无忧 他每天晚上跟我打视频 各种委屈巴巴的表情 我只能安慰他 乖 再等等 很快我们就能光明正大在一起了 这天 视频刚接通 无忧灿烂的笑脸 就出现在屏幕里 稀奇啊 好久没见你这么开心的模样了 我调侃道 怎么 已经适应见不到我的日子了 哥哥 我有预感 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 哦 此话怎讲 这几天 不是见不到你吗 我着急啊 但又不敢擅自去找你 于是 我就去丁言书意的烧了 我哭笑不得 你这是什么操作 我想快点见到他去找那男人吗 这样你就能来找我了 看你这样子 是有收获了 严书意的那个小情人 叫杨帆的 每天风雨无阻地守在他公司楼下 他嘖嘖道 那帅哥 道行不浅啊 比我还会装可怜 今天不是下雨吗 他淋着雨等在楼下 严书意从他身边经过时 他昏倒在他面前了 严书意当时就慌了 抱着他就上车 不知怎么又顿住 交代司机送他去医院 他自己打车走了 我说呢 怪不得今天严书意回来的时间晚了点 衣服还打湿了 既然他对杨帆还有不忍 那迟早他们会死灰复燃 果然 没两天 严书意就不按时回家了 他给我打电话 说公司新项目忙 要晚点回 没事 你先忙公事 我体贴的口吻 一下班 油门踩的飞起 终于可以跟我的小女朋友见面了 我很确信 严书意跟他的小情人又和好了 除了不按时回家 他在家看手机的时间也变多了 有时候回信息时 会不自觉翘起嘴角 我找了私家侦探 把他再次出轨的证据收集了一大堆 就等着下周五的庆功宴 后跟他提离婚 这周六是七夕情人节 严书意说 这一天他全程陪我 我心想大可不必 不过 中午我们正在餐厅吃饭时 他接到一个电话 随后 就一脸为难地看着我 欲言又止 善解人意的我先开口 怎么 是公司有什么急事吗 连借口都给他想好了 阿景 对不起 下周庆功宴的是遇到点问题 需要我现在去解决 那你赶紧去吧 可是今天情人节 没关系 我一向不在意这些仪式感 在我的再三催促中 他终于一步三回头地离开 大门刚关上 我立马打给无忧 咱们去过节日 上个月西郊新开了一家度假山庄 听说风景不错 我一直还没机会去玩 途中 我还接到严淑义的电话 问我在干嘛 我调低了导航的音量 告诉他 我在家睡午觉 度假山庄的景色 果然名不虚传 绿草如荫的小山坡上 无忧症双臂还着我 手把手教我放风筝 斜后方忽然传来熟悉的声音 带着怒吼 阿景 我一回头 看到站在那里的严淑义 以及亲密挽着他胳膊的杨帆 哎呀 这就属实有点太巧了 你们好呀 我假笑打招呼 严淑义脸色阴沉 他急不走过来 一把拽过我的胳膊 咬着牙问 你不是说在睡午觉 我的目光在他和杨帆之间扫了扫 那你还说去公司了呢 这个小贱人是谁 严淑义用力捏着我的胳膊 是不是上次跟你一起爬山的那个 你弄疼他了 无忧走过来 试图拉开严淑义抓着我的手 这个动作彻底激怒了严淑义 他一巴掌朝着无忧打过去 你算牢疾 无忧也不是吃素的 立马还手 两人打坐一团 杨帆吓得在一旁呆住 后来是山庄的工作人员 过来拉开了他们 看着无忧的嘴角清了一块 我去要了冰块帮他敷 阿景 我也受伤了 严淑义站在一旁 眼神落寞又绝望 我冲一旁的杨帆喊道 还愣着干嘛 杨帆赶紧也学着我 去找工作人员要冰块 你不心疼我了吗 严淑义不死心 非要找我要个答案 我看着慌忙朝这里跑来的杨帆 对他说 你不确认心疼 严淑义一把推开凑近他的杨帆 执着地盯着我 我不要任何人 我只要你 是时候我们该好好谈谈了 我对他说 我和严淑义回到家中 一进家门 他就靠过来想抱我 我动作灵敏地迅速躲开 严淑义一脸受伤地看着我 你就这么嫌弃我 是要为他守身吗 嗯 我直接承认 严淑义捂住双眼 蹲在地上 良久 我见他肩膀耸动 似乎在哽咽 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我的决定 你食言了 我直接了当 离婚吧 按照上次你签的协议 他抬起头来 眼睛通红 果然哭了 我错了 阿景 不离婚好不好 才多久的承诺 你这么快 就能打破 明明是你对我 连敷衍的心思都没有了 凭什么一副委屈受伤的模样 我气愤地怒吼 严淑义 该难过的人是我 我才是受到伤害的那个 我以为 他闷闷开口 你以为 我对你的爱 深情不变 你以为 无论做了多荒唐的事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 你以为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跟你离婚 我冷笑 严淑义 在你一次次背叛我 一次次为了别的男人抛下我 一次次肆无忌惮地伤害我的时候 我对你的爱 就在慢慢干涸 我早就不爱你了 求你 他流泪哀求着 求你不要说了 他眼睛里的光一点点消失 茫然地开口 我们生事不能回头了 不能 我斩钉截铁 好 他麻木地开口 我答应你 之前的承诺都没有做到 这次不能再让你失望 当天下午 我们直接去民政局 登记了离婚 一个月后 再来领离婚证就可以了 登记完后的第二天 严淑义开始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我在家收拾东西 他就静静坐在客厅 我去上班 他就在楼下等着 连我跟无忧约会 他也不近不远地看着我们 我想起来之前 偷偷跟踪他和杨帆 现在换他看我跟别人约会了 我痛快地想 这就是报应吧 在领离婚证的前一天 我像往常一样 要去跟无忧吃晚饭 严淑义却忽然拉住我 语气恳求 今天是我们婚姻的最后一天 能不能陪陪我 别去找他 我一根根掰开他 拽住我衣袖的手指 表情冷漠 还记得今年的结婚纪念日吗 我们约好去普吉岛 你却临时反悔 后来呢 你带着小情人去那里了 我伤心欲绝到自杀 也换不回你一句关心的话 严淑义 当你这样践踏我对你的爱时 你就不配拥有它了 严淑义绝望地看着我离开 按照协议 离婚时 家里的动产不动产 全部归我 严淑义倒也不在乎 因为他还有严氏集团 严氏是家族企业 大部分股份在他爸妈手上 除了结婚时 给我5%的股份作品里 其他的我并不能分得到 我也不贪心 拿在手里的这些 就足够了 然而 有人却不甘心 杨帆名下 有两套严淑义给他的房子 一套公寓直接写的他名字 另一套他正在住的大平层 还在严淑义名下 不过离婚后 这套房子归我了 我带着人去将杨帆赶了出去 杨帆狼狈离开时 回头看我的眼神带着狠毒 我对他可并没有留情 想着他曾经当面对我的挑衅 我将他告了 成功拿回了他名下的那套公寓 那可是严淑义用我们婚内财产买的 那天 我去无忧学校找他 刚下车 杨帆拿着一把刀刺向我的脸 他不是夺命 而是想将我毁容 就要碰到我的脸时 我被一道力量扑了下去 紧接着一声闷哼 吴又 你怎么了 我紧张地叫起来 没事 他居然还能微笑安慰我 不过杨帆的力道不算大 伤得倒也不是太严重 被警察带走时 杨帆还冲着我发疯大喊 书役不要我了 都是因为你这个老男人 你凭什么破坏我们 连警察都震惊 第一次见这么理直气壮的小三 后来我开玩笑问无忧 我生日就过你的命啊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他毫不犹豫点头 对呀 你就过我的命 原来我们第一次见面 不是在杂志社拍摄那次 而是好几年前 他说高二那年 他爸得了很严重的病 需要做手术 十几万的手术费 足以压垮本就贫困的家庭 借遍了亲戚朋友 依然凑不够那些钱 无忧不顾老师的挽留 坚持退学 要去打工挣钱 那年我读大二 跟着爸爸去那里挑选资助人 无意间翻看老师桌上的成绩单时 我问老师 为什么资助人里没有第一名这位同学 老师说第一名因为家庭困境退学了 在我的追问下 老师告诉了我 这位同学家里的情况 我当时觉得 这么好的成绩不读太可惜了 就让我爸去了解情况 然后帮忙出了手术费 另外 还资助这位同学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无忧说 我们当时离开村子时 他躲在一旁看着 准备了一肚子感恩的话 却因为胆怯不敢上来跟我们说 如果不是你 我们一家人还在淤泥里挣扎 无忧眼里是溢出来的深情 所以你对我的感情是感激 我问 无忧连忙摇头 在摄影棚里 我一眼就认出了你 拍照的时候就心神不宁 总忍不住偷看你 你在我眼里就是星星 又帅气又善良 他说着又害羞了 低着头 听到你跟朋友打电话 说要包养 我鼓足勇气 才向你开口 我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小女生 虽然脸色苍白 但不言美丽 这样的女生 在学校一定很受欢迎吧 我语气认真道 悠悠 你有没有考虑过 谈一段真正的恋爱 无忧紧张地捏着我的袖子 哥哥 你不要我了吗 可是 这样的关系对你不公平 是我的冲动和任性 让你被迫成为 插入别人婚姻的人 哥哥 我不在乎 只要能你在一起 他眼里泛着泪光 再说 言书一出轨的那一刻 你就是自由身了 我态度坚持 你这样优秀 应该找一个和你同龄的一样优秀的男生 谈一场健康的 可以在阳光下绽放的恋爱 我们这样的关系 委屈你了 无忧摇头 忍着眼泪 哥哥 我不委屈 听话 做你这个年纪 该做的是吧 我也去做我该做的事了 尽管不舍 我还是强行将这段感情结束 离婚后 这段时间我都住在家里 我才发现 我霸添了好多白头发 人也苍老很多 我想 该担起我的责任了 三年后 我作为总经理 代表自家公司去跟华妍集团签合同 一进会议室 就感觉强烈的视线注视着自己 对面一行五人 我一一跟他们握手 当握到第五个人时 清脆的声音在头顶响起 景总好 我是吴优 华妍工程部设计师 也是此次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后面的合作 请多关照 我无视自己怦怦的心跳声 微笑抬头 请多关照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